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恩师父 慈悲主持 我们今天第十四场 我们今年2017年第十四场 维新世界和平国际高层论坛 我们今天的主论人 由左边我们第一位 是我们的原画法师 原画法师是我们第二届的同修 请坐第二届的同修 他在北部开课 是我们的授课法师 第二位是我们的原成法师 原成法师也是我们授课法师 他在台北的中山教室那边授课 他跟随师父三十几年了 有很多很多的实力 很多的正道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第三位就是我们 第五届的新竹 一新道场的住持 原贤法师 原贤法师呢 他现在就是 我们竹北道场 在竹北的有去过的 是一个虎轰的一个道场 回流过座 非常的漂亮 那第四位就是大家都认识的 我们第二届 第二届的班长 原贤法师 原贤法师呢 他是宜蘭道场 浦水连辉 还有我们淡水道场的住持 那今天的法师 大家都有非常棒 非常好的实力 印证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刚才大家 笔记都 告诉大家 笔记都把它准备好 我们用心来听 用心 所有的妙法 都是经过实证 实证出来的 都是普利人天 我们现在热烈掌声 恭请我们宗主师父 慈悲为我们开示 勉励阿弥陀佛 我们各位微信圣教 一经大学二三四起的 视讯班的闲事同修 阿弥陀佛 我们举办世界和平 高层论坛 已经第十四谈 要举办一次论坛 因缘 必须要有相当的具足 否则 是办不成 第一 要有人才 我们请来论坛 发表的人 有的是打高空 有的是实实在在的将 每个人 受为上众生所遇到的问题 经过实证 经过他们 经过他们 修到 悟道 正道 然后 行道 宏道的结果 讲出来 提出来 给各位分享 这个是最实实的 这个是最实实的 若是论坛讲了一些不切实际的 那也不符合 现在性社会上所需要的 所以论坛的目标 目的 就是要 讲 主任人 他们所经历的经验 提出来 给大家 来作为 了解 以法会有 以法会心 你这个法 你听了 之后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那你就 如数我闻 我们 某某 法师 在哪里 论坛所 开示的 这个真理是怎么样 我相信 你用这样的话 可以帮助很多人 也帮助你们 所学的 你们的信心 和 这个水准 所以我们 讲师 真讲师 还有我们的 私信班的同修 你们学到 不要说 我是这样 我讲这样就这样 今天就是江湖先生 那我们就不要这样 我们一定要有 引经祭典 一定要有 人证 物证 还有实证 那样的话 这法才是真的 曾经一位 我们的很 很有 受惠水准的人 他 论坛 讲得很好 要怎么计划 怎么计划 刚好 遇到 我们的 言语法师 他就提出来了 某某大师 某某专家 学者 你讲的 计划 太好了 但是往往 计划 赶不上 变化 怎么办 计划很好 赶不上 变化 怎么办 听到 计划 赶不上 变化 嘿嘿 那个问题就出来了 往往很多人 你计划 计划了好 或者几个月 结果计划到来 是已经都变化 变化万千 那就意 只有用意 所以我们 对一件事情 一定要学习用意 你可以知道 钱因或果 可以知道 果是甜的 或是酸辣的 接着是我们 用意 我们的 这个 维新世界和平论坛 所提出来的 这个是 宝贵 华宝 他们 所提出来的 各种各种的实证 是非常尊贵的 希望各位 人讲识讯班的同学们 你们才有 这个机会 可以听我们的法师们 传这么多好的妙华 希望各位好好地 能够同政 以法会有 同政大道 走我们这个论坛 是圆满的 祝福各位 我们现在就请 我们的 严谨法师 来主持 祝福各位 我要去开会 好 跟这类掌声 感恩师父 准备开示 我们现在第一位 主论人 就是我们 袁华 法师 他要来为大家 主讲 普刚真禅 大家学艺经 大人小孩皆聪明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 都会有印 大纲给大家 但是我发觉 大纲 我们倒不如来 节能减碳 所以大纲 都会 po上 我们 私讯的 私讯的 Line群组上面 或是会 Line在 Line在 我们 世奇还不知道的 网页 私讯有一个 复习网 复习网呢 现在先告诉大家 会通知大家 如何 来上 复习网 复习网呢 很多人说 师父 我听过 复习网 我已经看过了 师父开示 你今天读第二遍 第二次 你来读第二遍 你的心得 可能你听 看了第三遍 对不对 入你的心了 永远入在 你的心田里面 刚才师父开示 以法会友 以法会心的时候 那一天 你碰到一个案例 一个实例 你就 蹦 跳出来了 你就可以来 为人 说法 我已经说话 我说法 不是说术 术 是不长久的 法 法 才是真理 才是永永远远的 永远远远远的 所以现在就是 因为每一次印那么多 都很浪费 所以大家在自己的电脑 或是在你的 LINE群组上面 或是你自己下载 你要当为 作为以后 你的论证 写论文的参考 我们热的掌声 我们欢迎 请原画法师 来为大家主论 主持人 原平法师 各位今天参与主任的 四位法师 还有二三世界的 私讯班 先同修 中午好 好 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谈 维新世界和平 国际高等论坛 那我今天 所要报告的题目 论题目是 补钢增产 这是我从补钢里面 炸药一部分出来的 那我们论文写作 离不开 第一是炸药 那补钢是三一 并补向五钢之一 是在补钢里面 上课开始 从甲到乙 的构成也叫做补 那补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们用义 福利 苍生 知音 知狗 必须要用补 同时我们也是 引用老子所讲的 孔子所讲的那一句话 防范以未来 你老子的一气无所生 让你少走 冤亡路 让你减少失败 最主要 那我们一般 一般论文的写作 大概就是 从目录 还有灾药 续论 还有文献探讨 还有像我们中文的写就是 那个印证的案例 然后再来是结论 还有参考文献 大概是这个样的模式 那细论呢 我们就引用了 师父在我们博士班上课了 讲的是说 从甲到乙的构种 叫做补 时间与空间都是补 补为卦 万华不离补 净土到净土也是补 那问题 一道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只有补 那书过去跟我们开示的 邪道 悟道 正道 行道 宏道 一花开五月 结果自然长 那周一是我国古代一本 用来占卜的书 它是六经之手 它是博大精深的 它在我们中国 有七千年的历史 它影响了政治经济 还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所以我们用意 用得清清楚楚 可以参天良地 参透天地一切的变化 那我们可以知道 可以做不可以做 那我们研究论论 因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讲它多 研究的一定要写 研究的原有 那更是结缘匆匆的22年了 那我们感谢我们师父传授的庙法 还有我们老子师尊 导驾出行 传了很多庙法 那师父呢 感恩师父很慈悲 将这个庙法传给我们法师 然后我们用这个庙法 为信众 善信大众解惑 那在论文里写寿里面 你一定要你写 你研究的范围 那研究范围 当然是五刚的补刚之一 那师父在补刚里面谈到 我们普立众生 传道立生 留志留德 事业要永续经营 必须要用益 同时呢 要积善修事 所以过去宗教界 以三一并补相为歪道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本轮与补刚之相关之性的影响来探讨 那一般来讲 我们做论 一定会写研究的目的 那就很简单 我们就是用意 没有危机减少失败 不会做错事 预防犯罪及失败 那研究方法离不开 历史研究 系统研究 归纳分析相对比较华 那接下来讲到第二章 就是补刚尊产的一个文献探讨 那文献探讨里包括有前人 还有近代的人 所以像古代的人就是 周易叙俗华 再来就是清朝断义才治的 说文解读 近代人就是我们是 混人禅师开世了 还有大陆谁则一学家 黄正健在对占卜的建杰 还有大陆谁则宋敬 在下山社会生活史中对述法的一个建杰 那历代义学的发展是大概就可以分为这个五个阶段 这个福西树化卦二文王元义之阶段 孔子战义之阶段 两汉相式义学之段 宋元明义学及徒师之阶段 清义学相式之阶段 那再来是普刚的普刚的定义什么 普刚定义就是我们占卜就是要应用各种方法 特供各种事物推断及胸后的一个预测事 人类生活中离不开占卜 那普刚最终追求的是什么 师父开世就要让会命永恒是一个重点 那必须要传道力声留住留朵 必须要用益 必须要积善修制 会命才能永恒 你经营的企业才能永恒 不管是个人的事业 还有甚至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经济都许许相关的 那接下来就第三章是普刚真产的印证案例 在第一章年我讲到儿童协议经的一次 那我们儿童协议经在林聪 那个延伸法师的推广之下 全国已经突破150万人了 这种潜移默化 博下儿童协议经的种子 将来会转练 长大后潮汕的方面发展 那大伦协议经的意思是重要性 不论你经营事业等等 居家都离不开 跟益都息息相关 如果你要投资 你一定要用益 你才立不败之地 那是不是开始我们企业经营 要多植种植福德 都要行工立德 那你只要不违背风水的法则 那你只要能够永续经营 第三章年就印证案例 这是马来西亚的工厂 这是在集打州集体工业区 这个公司的座山 座项是主山 五项是昆尾地兼地山寮 这个工厂以座喇叭震动板为止 那我们去勘察结果 发现以下几个节点 董事长办公室冷气安装在府边 因为经理的冷气既然在府边 那员工坐在厂长的府边 那等等不如划 还有生产线违背的风水法则 那一般讲我们案例的写作 除了工厂的座向外 还有如果能拿到 就是董事长的一个面卦 他我们也拿到他的面卦 那卦中有财有库呢 所以我们师傅开始有财有库 才可以当老板 那这个工厂违背的风水法则 普动变成冰气族 农气族 这个大家都知道 比较没有贵轮 还有血光住宅 世卫百事不顺 产品不良力高 收款会被删减等等 中华文化道统 一经风水的大智慧 值得你我一同学习 那我们在纪录的工厂 我们一部大部分都为 它成立的时间 连工多少人 生产产品是什么 猪本的多少 营业有多少 市场占有力多少 厂房的面积多少 它应该有一张平面图 我们就把它省掉了没有 那接下来这个图就是工厂的大门的时候 那在这个后面有一个纳渡工 就是要收那个水深 那这家工厂另外一个缺点就是 逼冬边没有回转空间 但台湾都说冬边无肉无可 这也不行 这是唯一的缺点 这是他们的办公室 再下去这是生产线 那生产线我们会动的都是在冬边 这打浆前处理也放在冬边 这成品检验室 不过这个工厂最重要一个问题 等一下你们去思考一下 好好地回去思想 我出一个题目 让你们回去好好地想 当初这个问题就是 它把两家工厂 前面跟后面的满在一起 如何去开门 你把这个研究出来就好了 这个我是给大家的一个作业 第二个工厂的案例就是在 宾州 马来西亚宾州 第三工业期 这家工厂的作向是丑山未向 它本来就是要整理前面的花园 不过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 包括文工厨不合财本 包括一支梯霸对着大门 包括花园 工厂办公室前面的花园不规则 又三杀了 所以不能动 另外副总的办公室 冷气安在湖边 AV经理也在那边等等 将近有十项不如法 那这也是一样企业成业时间 人工人事 产品 这个做马达的 营业额一亿 资本的一亿 营业额一亿 市场占有力 还有厂王面积 四十甲 四万多平 那它提出服务需求 就是T8问题等等 刚才前面我讲过的 那后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工厂 这个Local大家应该知道是谁 因为我们不宜讲出这个公司的名称 TECO大家应该知道谁 这边就写英文 马来西亚 这不是我自己写的 那大家看到这就是T8 对着大门 你也想一想 如果今天有你的朋友来 问你这支T8 要如何来化煞 那这个土酒就是 办公室这个 你看这个冷气都在湖边 这不对 这个是腹肿 这个冷气就是在墙壁上 也就是湖边 那接下来那个土是龙解炉 这个是燕解炉 龙解炉 这个是它的研磨区 再接下来是马达缠绕区 还有马达检测区 接下来这个第三个案例也是在马拉 马来西亚冰城的第三个工业区 这个外大门是卫山丑像 画像围水风景间第三窑 它是内外大门同眼的 那这个缺点就是 内大门和外大门的尺寸 都不合我们公尺的财本 那董事板办公室的冷气机又安在湖边 那仓库那边龙边的厂房也有问题 然后我们用意发现有灵界干扰 所以我们建议参加我们老子师尊的水路法位超度 那这老板的命挂是有财但是没有酷 所以他经营的比较累 经营的比较累 那成立的时间1992年 因公六十人 他是做电子银零件的 主本额 营业额 市场占有力 还有厂房 那经营瓶颈提出来 那我们去马来西亚帮他服务 这是他的工厂 卫山丑像赵文八印 你用闲工挨星挨起来 是双星到相 那做生意的先有才要紧 那个丁根贵慢慢再来 那这是员工的办公室 在接下来是董事长的办公室 出来他这个是CNN设备一个切割机 在农边 那在大门所谓是开在府边是开错了 这是他的缺点 那第四是杨仔的一个案例 杨仔案例就是在杨美 在桃园里面也可能我们那位师兄今天有在场 我不知道有没有 大家看到这张图 这个红装 黄正案例就是乌吉萨 就正面撞过来 就刚好是他的乌钱 那接下来就是阴仔的案例 这是一个张家的祖婚 那是在张家的祖婚 因为他有三四个地方 所以扫墓很不方便 因为刚好他的老公往生 在南港公墓那边 他们原来没一块土地 但是并不适合 后来到观音山去 我们把他立前山信像 天地匹间二寥 他后来土葬 后来用土葬了 土葬了包括我们刚才订婚金 还有礼墓碑 礼墓碑 然后礼墓碑 不会坦放下去 这是他外面用一个水泥管 这样比较不会跑掉 即便再把 不管是那个 伸骨或手骨的 下降的时候才不会跑掉 这个各位比较少看到的 刚好有一个机会 我帮助就要服务 那接下来一个张家的祖婚 张家这个祖婚 是我们在座有一个贤士的 舅舅他们家 他是几年前 我们这位贤士同修的外婆 祝愿 祝愿 我们跟他沾挂 发现是祖灵不安 结果他们就不离 不离 他经过一年多以后 他那个表地发生车祸 发生车祸非常严重 光这一只博主就断了三节 后来英灵参加我们的法位超度 那祖婚没有写 把他写进去 他那个表地现在也慢慢恢复 那像这个墓碑 本来是中间这边有归类 没有照到 旁边没有归类 从你面对的墓碑 147 258 369 这个师傅曾经讲过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墓手也归类 裂掉了 左右那个墓手都归类掉 那像这个 你看这个包厨 还有墓的基础都归类了 这个很严重 这都是不如法 那后面这张包厨归类了 所以我们后来也帮他 他重新做 重新做 把他立向定分筋 他都也都削涂 那后面这个案例呢 就是我补挂的 补挂的 第一个案例是肾脏萎收 那我们补挂 用以后我们来看这个挂 挂里面挂中父母要暗动 父母要暗动 所以祖灵是不安 那挂中子孙了破 基于我们侵法者 说他婆婆有拿掉小孩 那就没有错 那我们挂中呢 勾存带兄弟呢 就是有血灵 那挂中成舍带官鬼或兄弟 都是有阴水 那就是说有灵界了 就是有灵界 我们补挂可以寥寥分明 那第二个案例也是 情法者是骨髓分化 不良症的病因 那我们用意补挂后 挂中子孙了破 那我们的情法者呢 他想说有留掉一个小孩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那个婴灵 婴灵是很厉害的 那挂中父母有暗动 也是祖灵不安 那挂中孙了带兄弟呢 有血灵 挂中成舍带官鬼 有阴水 阴水跟血灵 其实都是灵界的 都灵界了 那在后面这个案例呢 也是严重咳嗽呢 会扫描 会布有黑点 那我们用意占卜病因呢 结果我们的挂中父母要暗动 所以祖灵不安 挂中孔存带兄弟有血灵 挂中成舍带兄弟有因谁 所以用意寥寥分明 在下面这个案例 它是至今未分 至今未分的原因 那我们用意卜挂的结果 得到离威火片大 那在挂中里面 郭存带官鬼有血灵 后来妈妈说他有拿掉三个小孩 有时候不一定是子孙了 破不一定 空破姐不一定 挂中有两个父母空 所以他说 既清华者讲 他说有长辈倒房 还有小时候死掉了 接下来这个案例 是夫妻不合的原因 这在台中是太平期的 挂中子孙了破 我们这个情华者讲说 有拿掉两个婴领 所以子孙了破 这样是混合挂 挂中父母要暗动 祖灵不安 那挂中郭存带官鬼 有血灵 也是有问题 那 第四讲到结论 凡是人在日常生活中 或在人的人生理事中 左右为难 没有办法 很正确的 走正确的路的时候 用《易经》占卜 就可以指导我们 该为不该为 或是该做不该做 他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判断 他会让我们知道 寥寥分明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在命纲里面开示 我们失业的命 要永恒 多行功利得 必须用意 积善修治 然而才能利不败之利 你企业要永续经营也是一样 除了要多祖福 多行功利得 那你的机家的洪水 工厂的洪水 还有公司的洪水 都要不违背洪水的法则 所以 师傅在补缸里面 有开示 公司经营多久 另外还要看 负责人的柴瑶 忘 子孙有没有忘 柴瑶不忘 经营不久 就说起来了 好 那最后结论的是 我们师傅常常开示 我们大家都知道 孔子的防患于未 你老子的一去无所生 所有人个人平安 家庭平安 国家平安 我们的社会享有 天下太平 是世界和平 那疫经呢 我们其实是 身后疫经化 疫经已经生活化 那疫经能够在我们人生理事上 帮助我们减少失败 保护我们自己 然后来帮助别人 不伤害他人 那大家知道 大家来学疫经 大人小孩都聪明 那我在今天再补两个案例 这是我上个礼拜去遇到的 大家都要注意 这是我们一个讲师 去给人家安神畏 这很严重的错误 我不好意思讲这个人 他皇子是戏山成像 他好意 给他改成山 迅向 结果呢 他是怎样改呢 他把神舟往外推 一边没有靠 一边有靠 这不对哦 师父没有这样传法 就犯了很大严重错误 后面是闲空了 他把原来这个神舟这样是 蓄山成像 他把他转 前山性向 后面空了 这不对 这起码你要木板定起来 这很严重的错误 因为我刚好去给人家和鲁 的时候发现 我家想说 你家是戏山成像 不是哦 我家存山 存像 我说不对了 老板明明就是 戏山成像 他有过存山 说那个讲师跟我说 往外推就好了 这不对 非常严重的错误 都要好好的学 这个人家是请你 你也拿人家红包 二体人家 消灾贼恶 讲一句不好听了 红包不好赚啊 不是那么好赚的 另外呢 我 就前去台南 看了三门洪水 两门火坑 一门没有彩没裤 每一房都有一个 甚至有一房三个人 一轮两年都还没嫁 那是火坑线啊 我看了都傻子 那是三合拜才会犯这个错误 那我们三言经端法文 应该不会说火坑线啊 除了你不懂以外 不可能是 落在这个火坑线 最后呢 我也是上个礼拜去看 一家拜三个子仙 拜到家里出问题 现在人身体都出问题 才跟我们中文结言 所以 拜三个子仙的性是很复杂 大家要好好学习 以后不管说你有没有去赚钱 你帮助朋友等等都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三个子仙也是一样 你要一定要把它理清 因为我看到最后都要演话缭乱了 他有一代的 女后生嫁人 老公死了 再找老公 两个都死 死三个也很恐怖 那个很厉害 结果最后呢 很复杂 那我已经大概都把它理清 那今天就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谢谢原浩法师 原浩法师的论述 今天他论了很多 有工厂的 有风水的 有污积煞的 还有用意 很多很多 那这些案例都会呈现在 职本里面 在视讯处会 请原浩法师 把他的正道 留下来 留下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 我们谢谢原浩法师 接下来就由我们的 竹北道场 一心道场住持 原浩法师 跟大家来分享 这里面 贪生旺客 我们这对掌声 欢迎原浩法师 助长 言平法师 各位主论的法师 各位四群班同修 二三四旗 阿弥陀佛 我以为是从那边轮过来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很小 就是贪生旺客而已 那我就直接就来论了 我们大家协议经都了解 是神嘛 是神 所以用神为主 周边都绕了三个角色 一个是贵人 一个是燕金寨主 一个是小人嘛 仇神 在这个世间的人事物里面 任何一件事 人都离不开 这样 有三个面向 来帮你的人 来修理你的人 还有你刻出去的人 三个 那这个 这个世神 《易经》里面所讲的 也是讲到 中道要平衡 要平衡 那中道平衡 就是 就是我们易经里面的法则 要中道要平衡 那我们知道在用意里面 所有的 一经挂 粘出来 怕的是什么 寄神洞来刻 来刻就是会受伤 受伤 但是伤到什么程度 当然也论望向修求 还有论个人的福报的问题 有些人抵抗力很强 有些人风一吹就感冒 不一样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就是寄神洞来刻 那另外一个就说 寄神洞 假如元神又洞 不就是实贤大补吗 寄神生元神 元神生用神 这大家都清楚 对不对 所以大家学艺经都有用心 都在蹲马步 一点一点把它捡起来 哪天要用 你就贯通 就会贯通 所以今天要报告的 在意经挂里面 也就是这样 贪生万克 那风水学 也是有贪生万克 也是有贪生万克 那我们 在这个案例里面 有报告到 很早期 我刚学没多久 出来开课 就开始服务 那时候学的不多 一段问题会怕 真的会怕 要我给他一个建议 会怕 我相信大家 应该慢慢会感觉到这样 那我的内心在想说 不要讲功德 说能够利益众生 这个不要讲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我这一辈子 不要犯错 在意间风水上 不要害到人家 希望是这样 其他讲什么功德 那都不重要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举几个例子 我们修造动土的时候 假如我们在室内 九宫一分 是不是有太随工位 三杀工位 五房工位 对不对 那大家就会想到 假设我这个房子要换地板 整个要换 会不会遇到问题 就有问题了 以前 我就不敢去动 动这个 每个来问我的时候 我就怕了要命 怕了要命 那后来 那后来真正可以引的 就是师傅所教的 在初级班的课程 第三册 择日里面有讲到 贪神万克 你在修造的过程 这个工位 假如有煞 不管是坐态税 冲态税 或是三杀或五房 那么你非动不可 那你就必须 从他的原神方先去动 对不对 对啊 都很简单啊 大家一讲就懂 原神方去动 动了一个礼拜之后 才动到真正要修的地方 这就是贪神万克 那很简单的 贪神万克 再来就是 你既然知道了 你就必须 假如有人问你的话 你可以出来服务 但是有个条件 你方案列出来 一定要占卦 一定要占卦 占卦这样平不平安 平不平安 那一般的原则是这样 四药一定不能受伤 空破目绝 不要受伤 子孙药一定要出来 对不对 子孙药也不能受伤 也不要父母动 父母动克子孙 这最基本的条件 必须要这样 所以子孙药一定要出来 要不然就免谈了 那么在服务的过程 也不要为了说 这个是很熟的人 或者这个是大功的主 那么就勉强来做 千万不要 不要这样做 占卦 不行就不行 就另外再找时间 想当初我刚进中门的时候 刚好88年921 我88年里的时候 我家坐南朝北 只有顶楼 二楼的水管漏了 厨房都是滴水 所以到厨房要带斗粒 那时候刚学知道 说有三煞 所以那年都不敢动 都不敢动 就这样熬 好不容易熬了过年 立春过后才修 那现在当然就不用担心了 对不对 了解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那接下来我就讲 跟大家报告几个案例 分享 前面我的灾药里面 不平安的案例 我就跟大家说 不是我处理的 不是我处理的 第一个 三个宴的主臭翻修屋顶 三个月内 家族里面八个堂兄弟 一半以上开刀 三个开刀 第四个没有开刀 因为我来不及开刀 变植物人 那这个主角呢 请我去看房子 说他心脏有问题 休克之后 救回来就变植物人 所以我到他家去看 看他的老家 有没有祖先在家里 结果没有 因为那年三少在南 他家是坐南朝北 但是祖先没有在那里 房子里面都没有动过 没有动 也没有动土 什么都没有 就觉得奇怪 从这服务过程里面 才知道说 三个月内 他八个堂兄弟 有四个出问题 那我问 那你祖先呢 他说在那边 很远 客家人有 祖先都是在祠堂里面 供听 那我去看 两三百公尺 就走过去看 结果我发现 他三合宴 没有 大家都搬走了 没有住人 屋顶是全新的 修屋顶 祖先在里面 不管是巧合还是怎样 就是事实上 有这样的现象 那时候是第一个发现 原来是那么严重 祖先没有请出来 就直接修屋顶 这样是危险的 非常危险 这是第一个例子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